看一段视频,不是孩子的了 来,你看一段 我相信这个Saya在复出之后的心境跟过去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她退出歌坛之前 她当时是一个非常年轻活泼的一个小女生 跟在阿妹旁边 然后跟她一起唱歌跳舞 然后来她们组合了一个阿妹妹这样的一个 两个女生的团体 我们经常看见她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青春的光和热 都是跟现在的她完全不一样 那也许是因为她后来退出歌坛 然后加上她走进了婚姻 成为了一个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相信她在心境上也有很大的收获跟不一样 那再重新出发 她能够散发出来的 或者说她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她所要展现出来的肯定会跟她之前是完全不同的 那以我自己的过来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想要跟她分享的是 当你走上了舞台 你就暂时的忘记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就专心的扮演好歌手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当你走下了舞台 你就忘记自己是一名歌手 你只要想着自己是一个全能的妈妈 把孩子照顾好 我觉得这样子 你就可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也不会有这个太分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加油 我们前一阵子才刚结束了一段这个巡回演出 那么Saya即将展开她个人的这个巡回演唱会 那么我在这里呢 要献上最深的祝福 因为在那段时间 我们跑了好多的地方 经常她在台上唱歌的那段时间 我会躲在布幕后面偷看 偷听 但是因为听她唱歌 看她的表演 真的是很棒的感受 那么所以我在这里要祝福Saya 我相信你的再出发 一定会赢得很热烈的回响 也相信你在舞台上面 会再度的发光发热 祝福你 演唱会圆满成功 特别谢谢孟婷伟 她对你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因为你在出来跟她一起巡演 可能给你增添了很多的信心 对不对 对 她给我的鼓励很大 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在离开这么久 然后要再站上这个舞台 她愿意带着我参加她的巡演 然后当嘉宾 然后慢慢地给我很多的鼓励 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 我的个人演唱会 这是我第一次办个人演唱会 那我很 就是很期待 因为其实我也很久没有跳舞了 然后在演唱会上面呢 我会让大家看到 不只是会唱歌的Saya 在跳舞方面也很疯狂 爆发力很强这样 再见